林书豪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回到美国 未来动向让球迷好牵挂 18号晚间林书豪发文 公布自己回到台湾的消息 更PO出多张与弟弟林书伟的海报 感性的说还是感觉不是真的 这肯定是上帝的祝福 更提到一起打球就是亮兄弟从小的梦想 因为林书豪确定加入PLG新北国王队 与弟弟就在同一队 现在34快35岁 我想达到什么 就是有意义的篮球 我的想法可能不是 就薪水跟数据或者什么 就是比较深一点去考虑 7月就因应透露未来动向 上一季林书豪在PLG高雄钢铁人 角出亮眼成肌呆 出赛徐九场比赛 留下场均得分26.32分 8.47篮板和8.89次助攻 接近场均大三元的成绩 也让三大联盟掀起抢人大战 这传包含劳动家CBA的首钢队 PLG钢铁人 新北国王和T1台皮云豹 都有意向林书豪招手 很久没有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上场 很久没有有那么多时间 教练团队跟队友真的信任我 然后给我这个空间和自由去发挥自己 所以我也是很感谢 就是钢铁人给我这个机会 台湾直篮三大联盟最近状况不少 像是亚运中华男兰队 玩具参加跨联盟邀请赛 T1联盟则有台中太阳队 遭取消第三季参赛资格 配奥剧员新竹工程师林秉胜 合约闹双包 至今还没解决 林书豪确定留在台湾的消息 总算让橘篮球迷打了一记强行针 进行淘宾黄平和栽访报道